今天11月21星期一 到今天整個11月份的股市正式暴入下旬 不計今天在內還有7個交易天 到底有沒有奇蹟出現呢?其實很難說 因為今個月的高位是1號的23268點 低位是9號的21957 這一分鐘就是4點中的時間 指數是22387點 換句話來說 相對今個月的高位是有一段距離 但相對今個月的低位是比較近 屬於一個今個月的波幅的中位數之下 其實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指數 只要升100點或者多點 已經可以回到10天線路上 但是就是差跌這麼多 所以市市一直走在10天線以下 技術上來說是呈現一個反覆大軟的形態 早前有些報道就說 21號就會深港都開通了 現在就是21號了 什麼時候開通的時間都未公佈 沒錯 年底之前開通的機會是很高 市場有一股熱情到後期開始冷卻 到現在大家都無零兩可 這是一個過程來的 如果你說在早前來講 有個深廣東的效應早點出來 我想市況的走勢在那一刻來講 熱情是可以保持得到 而且不排除資金的參與程度會比較積極 但來到現在這一刻 經過一兩個星期的冷靜期 大家都可能看法是完全改變了 當然如果你說這麼多板塊當中 最好的就是壽險股 和內地的券商股 博彩股都走得不差 但問題是這幾個板塊的股份 是不是可以拉動到整個大市的氣氛呢 我看就未必答 關鍵在哪裏呢 騰訊已經是其實上趨向於比較反覆了 由220元8毫子到近期的低位189.7 已經跌了31.1 相對的升幅來說 就不算很特別 都是很正常 不過問題是市場的看法 可能趨向著比較保守的 第二隻成份比較大的匯控呢 其實是反為近期來說走勢不差 但是來你去去不是60元左右 不少那些70多元買的那些 到現在都還未見家鄉 成份最大的第三隻呢 就1299有邦 佔的比重有7.93% 自從銀聯卡在香港呢 不能夠開新單之後呢 有邦那個光環已經是沒有了 那現在這分鐘 就股價的表現呢 也都是逐步反覆 而且帶遠的 那其實呢 業務局方面最穩陣呢 反為第四隻 南炒最大的成份股 因為它差不多是一隻公用股來的 每年的現金流失去1100億 其實是很穩定 問題就是沒有驚喜 沒有爆炸性 那總的來說呢 這四隻南炒恆指成份裡面呢 佔的比重已經是說了36% 大概的了 如果全部都是整顧不前 或者是反覆不明的話呢 恆生指數怎麼會兩例呢 就算你中人壽好些 平保好些又怎樣呢 因為平保和中人壽恆指成份裡面 佔的比重呢 不外乎4.73% 4.73%的股份好 可以拉動整個恆生指數嗎 我看不可以了 換句話來說呢 大市個別做好 或者個別板塊做好呢 對大市氣氛呢 是會有幫助 但是它的刺激度呢 是不足以令到大市呢 出現一個兩例的走勢的 況且現在暫時來說 技術上的阻力呢 初步來說是一條十天線 恆指一日美國都十天線呢 整個市房呢 都仍然處於一個 反覆肉視低位的不明的階段之中 所說的低位呢 暫時來說當然是 今個月9日的21957 好了 我們拉遠一點點 因為一六年呢 剩下五個星期而已 五個星期會不會有驚喜呢 我不敢說完全沒有 但是機會真是不高的 況且一般來說呢 去到15日或者20日之後呢 其實市場已經沒有什麼戰意的了 因為聖誕到了嘛 年假到了嘛 就是說未來這三個星期 有東西看就有東西看 沒有東西看的話呢 就明年再戰江湖的了 那麼問題就是 今年全年的波幅到底有多少呢 試看看 今年全年的低位呢 是2月12日的18278點 全年的高位暫時來說 就是9月9日的24364點 今年的波幅已經有6086點了 一個正常的市況來說 這個波幅已經不算小了 那麼好了 由9月9日的高位24364點 回吐呢 去到11月9日的低位21957呢 是跌回2407點 簡單說 就是升了6086點 跌回2407點 相當於是39.5% 那麼這個一定是一個中期調整啦 不用說了 因為恒指跌穿12、15、15、18天市 10天也同時跌穿一條18天市 但是不是說一個大好市轉為一個熊市 大家不要這樣看法 因為市我自己覺得沒有什麼牛熊之分的了 錢這麼多 跌到這麼多 資金就自邊買位了 湧到這麼多 資金不追的話 這個市又自然反覆了 因為現在流動的資金真的很充遠 其實沒有太多的出路去 買美債 老實說 現在這分鐘買美債 我想不是時候了 反為美股在資金主導之下 仍然都是咬住高台 至於A股 其實這兩天的走勢真的不是那麼差 不過步伐是慢一點的意思 但是最短時間到今天見過3229點 這個是2016年暫時的高位 升得來比較慢 實際上是穩定 還有不會有太大的上落 好像去年那一刻突然之間衝高 其實急升至必然有急跌 所以慢慢升 我覺得反為一件好事 好了 今天講到這麼多